小心翼翼把墙上亲人的照片取下收好 不久后就要跟这栋超过60年的老房子说再见 从厨房这一带开始 然后整片这样延伸过来到 冷气机那边的往后的地方全部都要拆掉 李俊杰的老家在0918地震中被列为围楼 他忙着收拾东西就是准备拆除 做志工付出专业但是一开始却遇到挫折 从来没碰过的素食餐 对一开始来碰病我不知道洋葱不能用 跟着志工学习蔬食能帮上忙的地方 他都全力以赴 边工作边闲话家常 聊着聊着更感受到志工不受限的爱心 几次的相机志工让他体会到付出真的可以无所求 但得到的远比想象的更多 这些志工是来帮助我的家乡 对 所以我就觉得很不简单 很厉害 然后我又可以做东西给他们吃 很赞 真的 大海新闻 黄文旗 邓明仪 华联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